中心词是在什么之下 我刚才说的在 Tony 老师 帮助之下 Under the assistance of Tony 是吧? Follow me Under 它可以表示方位 Under the TV 在电视下面 同样的还可以表示 亚利山大 Under big pleasure Under a lot of pleasure 为什么呢? 因为压力我就扛着压力 我的压力好重 你看托里老师背都妥了 压力山大 我的压力是什么? 有很多人他就会说 你长得好肥 Follow me Under 这个时候你们也可以叫我 Uncle Tony 因为我的外子女已经四五岁了 Follow me 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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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Uncle Uncle Tony 就开始了他的减肥之路了 我最重的时候一百八十斤 现在我一百六 我已经瘦了二十斤了 此处应该有掌声 OK 好 我瘦了二十斤 当然这是我的终极目标 我要继续瘦 我瘦到一百二十斤就这个样子 OK 那么我就为了锻炼我的肌肉这个单词 你看和Uncle有什么区别? UNCLE 共同拥有是U C L E NS是增加的或者是改变的 OK 我们来练习一下 不要光听Tony老师讲段子 要动嘴 Follow me Muscle 尾音是O 舌尖顶的上词音 Mus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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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八块腹肌吃着就会有的 OK 相信Tony一定会有的 因为我已经瘦了二十斤了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 我用的是一种不同的方式在锻炼 我不会去健身房 我也不会去跑步 我就每天就爬我们小区 我们小区有四五十层楼这么高 我就从一楼爬到五十楼 然后来回爬三次 爬上去又下来 这个对我的小腿刺激 包括我全身的刺激就很大 OK Follow me Ladder 这个没一块音 T字 再来 La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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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字不是我们楼房小区的那个 只是我为了帮助你们记 楼房那个T字叫做Stairs Right Stairs OK 所以最后我就创造了一个奇迹 我从一百八十斤瘦到了现在一百六十斤 就只有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掌声 在哪里 掌声 OK 好 这个单词非常简单 Follow me Wo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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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 new wonder 这是一个名词 I created my own wonder 我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 所以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自信 因为我有信心去减肥 所以最后我就变得我的人生变得更加的精彩 你们也是一样的 OK FUL是一个后缀 形容词的后缀 我已经说了后缀就是很多单词后面都有那一坨 OK 再来读一下 Wond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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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常会说 Wow Beautiful 好美 是吧 Beautiful 这个后面也是有这个FUL结尾的 Alright One more time 请再次一下 Wonderful 尾音 Wonderful 精彩的 Wonderful 那么这个单词 我们其实在很多场合都可以用 如果你觉得很好 一个事情 如果你觉得托连老师今天讲得好 OK 你说Wonderful 今天心情好 你说Wonderful Wow Wonderful day Wonderful dinner Wonderful breakfast 早上 早餐吃得很棒 你都可以说Wonderful 所以你们一定要经常说这个单词 Wonderful 太棒了 是吧 太棒了 你就可以用Wonderful 就比那个Good Good 当然你每次都说Good也可以的 It's good It's ok It's perfectly ok 完全没问题 OK 所以我就创造了自己的奇迹 所以这是我们这段导图 这段导图是关于Uncle Tony Uncle Tony在压力之下 开始减肥 最终创造了奇迹 一个月收了二十斤 没有吃任何减肥药 没有去任何健身房 我就收了二十斤 OK 好 复习一下 Follow me Under Uncle Uncle Muscle Wo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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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der Ladder Wonderful Wonderful 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 I wish you all have wonderful life 我希望你们以后的人生都会是精彩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快速反应 来看这个肌肉栏说哪个单词 跟着同学老师练习 Muscle Muscle 灰呀灰呀灰 这个是什么 这个时候你们会想到哪个单词 Fly 还是我们的bird 鸟 OK 这个单词 这个红色的 red 当然这是我们前面一部分的图片 并不一定我同学老师让你们快速反应 这个时候是在复习前面的 OK 红色 red 这是什么 bird 鸟 是吧 蝴蝶 我们前面学过答 Butterfly 这个才是刚才那个 T字 Ladder 这是我们的这个垃圾 垃圾叫做trash trash 或者叫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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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脏的 dirty dirty 我们学过的 dirty 所以呢 就算你现在对这些不熟也没关系 后面我们还会继续讲到这个导图 里面的一部分单词都会继续的讲到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OK